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2月6号 中纪委公布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 专项巡视的部分反馈情况 中纪委网站称 巡视清单涉及六家国企 并且直白地指出 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 利用职权与承包商 供应商内外勾结 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 有分析说 中纪委正在提醒 中国国企病情严重 那么巡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传播 中国联通等六个自家单位 是否意味着反腐大刀 正在砍向央企 习近平是否会六亲不认 使大家谈 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美国拖列多大学 商学员经济学专家张新教授 张教授你好 你好 张教授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 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 请各位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观点 也发表您的见解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通通通大学的教授张新 那么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报道呢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就是习近平他会不会这个六亲不认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呢习近平呢 他现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太子党 在太子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到目前除了薄熙来 他实际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抓起来 但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涉及到 我想在腐败这个方面 其实多多少少 在这样的体制下 人人都有牵涉进去 那么到底是要打谁 这里面还是会有选择 何欣连女士 我们看到这六个央企吧 非常的有意思 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传播 还有中国联通 那么联通呢 大家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是有很多关联的 过去中国网通 还有另外一家 后来组成了联通 有很多人所谓就分析 这是不是指向另一个大老虎的一个先兆 我是这样分析的 就是习近平呢 一直在让他自己姐姐 两个姐姐家退出这个金山 那么第一个姐姐呢 是退出了 拿了钱 纽约时报报道了 然后就是第二个姐姐 西安安呢 就将企业就地解散 钱的全部拿去遣散员工 也就是说他可能准备让这个红二代退出这个三界 但是这个退出三界呢 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送到秦城啊 或者惩治腐败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国企吧 过去搞过一个经理人持股 就经理人持股呢 就是国企高管呢 可以通过国企在银行贷款 然后让他们买股份 然后就盈利以后呢 就拿到钱 那么有的高 几亿资产的企业呢 可以拿到1% 3% 那就是每年的深入非常可观 外界不太知道这个IPO经理人持股 只知道这个国企的高管的工资 十几倍 二十倍于这个平均工资啊 就是国企的 所以对这点意见很大 实际上呢 反国企的腐败 要分两个层面 那个工资方面呢 今年已经规定 最高不得超过国企 员工的平均工资的8倍 但是呢 这个经理人持股要如何算 这还是一个案盘 可能不会跟外面公布 但是这个腐败相当大 那么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 中国国企 它这个通病是在哪里 那么这样一个运行的模式的话 在中国这个未来 是不是还会继续运行下去 或者它根本没法走通呢 我觉得国企的问题相当大 大在哪里呢 第一个它完全是反市场操作 第一点它的资源 是国家无常化国 第二点呢 它的运作呢 不是按照市场化机制 像国企拥有定价权 它都是靠垄断 比如那个电力 资源 石油 还有供水 等等的这些资源呢 定价权都在国企这里 想抬价就抬价 召开那个听证会呢 都是图有其名 所以呢 就是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国企呢 效益特别低 因为国企成为那个中央很多部门 来安插子女 亲疏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效率特别低 它的无论在就业 效率方面都低于这个民企 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改变这种 由政府呢 控制这个国企资源 还有就是给这个国企呢 政策倾协和贷款 各种各样的倾协呢 我觉得它就不太可能改变这个机制 那张鑫教授 你刚才谈到了太子党这个问题 你谈到除了薄熙来以外 其他的太子党基本上都没有受到牵连 最近呢 关于安邦保险集团的这些新闻 吵得沸沸扬扬的 其中涉及到 陈毅之子陈小鲁 是不是安邦集团的实际操控人 后来他表示 否认 并且说他们这一代红二代 现在年龄也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都应该退出了 你是不是认为 这是习近平在把反腐 指向红二代 逼红二代退出商圈的 这么一个现象 我想那个情况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 我们不会知道里面很多的内情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陈小鲁相对其他的太子党人 他还是代表比较开明 比较希望有一些制约和民主的 而现在在安邦上的情况 又把他首先抛了出来 这里面的内幕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在太子党里面 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国企 央企或者一些所谓的股份支的上市企业公司当中 那一些太子党他们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也拿了很多的钱 所以在这里面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陈小鲁讲了 他说他觉得要公开 但是公开先要从现在在位的人上 把自己的财产 包括家属的财产都把它公开起来 那实际上也是将了一个军 我们知道要财政透明官 还有就是官员的财产透明 已经叫了很久 但是不但没有解决 叫了比较想的几个知识分子 法律律师都还被抓了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还没有这么简单 何清莱女士 刚才谈到一下中国国企 他们在定价这方面 在行业垄断 政策清洗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你认为国企它的腐败情况又怎么样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 把反腐的矛头指向了国企 国企的腐败相当严重 因为每一个国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那个国企的CEO董事长 就好像那个王国的国王 然后他就可以决定 这个它的王国里面的人财物各种流向 那么就是腐败是相当严重的 就以这个中石油中石化说吧 它的上游中游下游企业环节特别多 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产生腐败 比如这个石油的那个赚紧设备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周冰 周永康的儿子就是几乎垄断了 然后在这个海外投资 那个财经去年约有一篇著名的 哈佛亚游道岸游指的就是他们呢 委托一个伊拉克人出面成立一个公司 实际上是由这个中石油海外的人来高管持有 然后呢就让那个公司参加招标 让他不断地中标 三年里面就中了1.35亿的那个标 然后钱全部留到他们带子了 然后这个事情呢是伊拉克查 才查出来在通知中国的 那么就是如果外面不查 等于国内永远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这个大国企呢 据还住海外的都有这个瑞士问题 只不过没发现 好 何清廉女士 我想问问 接下来我想问问那个张兴教授 就是刚才您和这个清廉都谈到了 就现在这个国营企业它的股份化呢 使得很多的这个利益呢 流入了这个红二代 红色权贵他们的口袋中 那么这是我想到解放初期的 这个私营企业的国有化 那么相对于那一波呢 就是说等于共产党 它是首先把这个私营企业 转为国家 那么现在呢通过改革开放之后 再把国营企业给部分的私有化 就让这个肥水流到 他们的这个口袋之中 那么现在如果习近平 再对这个自己的国营企业 来开刀的话呢 这个是不是有为共产党 一贯以来对自己利益的这个保护 那么是不是会激起这个部分 尤其是这个权贵红二代 他们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呢 我这样想 这个红二代它不是铁板一块 红二代当中呢 有些人呢是拿到好处的 在这次改革当中 他们呢的想法是一块 我想和其他的那个权贵的差不多 那当中红二代当中呢 也有一帮呢 他没有得到好处 他呢就意见特别大 我看那个像吴慕英啊什么 可能他就是代表是另外一派的 所以把红二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讲呢 我估计呢 还有一些武断 要分开来讲 但是我想刚才呢 加一点那个评论啊 何敬连女士的那个朋友 国有企业我非常同意它 它是非常的 效率非常低 根据天字所的一个研究 几年来呢 国有企业 它的实际的率认是百分之负6.6 它是实际上在一直亏本的 因为它呢 垄断了国有的 比如资源 像石油啊 矿产权啊 它垄断了那个价格 比如说它的那个一些在公共部门啊 比如说电话啊 那个移动通讯啊等等 它有那个垄断权力 所以呢 它得了很多的好处 还不要说它从银行当中 得到的贵款 借贷款率率啊 是私有企业的五分之一这么低 那么现在的问题 主要还是在权力垄断上 我想李克强 从于他做的一个方式呢 还是比较根本的 那就是什么呢 把行政权力把垄断权力都要把它打破 还有呢要引进海外的企业的来竞争 但是呢现在看来 我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中 在这个根本上方面做出什么运动 而他现在的打的呢 打的那个腐败呢 还是从人质 或者说中国2000年封建皇朝当中 打腐败的那套方法 这个并不自本 它只是治标 而且呢连这个治标呢 我想到最后的效果呢 也是有问题的 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时大家谈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中共反腐矛头 正在指向国企 究竟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山东的孔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我认为啊 大陆的国体 其实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 是红二代的家产 是八七子弟的家产 是贪污党的存钱贵 是贪污党的私房钱贵 小军国也好 哥巴乔夫也好 他们也是要维护党国的独裁 他们进行体制改革 也是处于无奈 共产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没有什么好党 只能看老百姓的监督 逼迫 才能由恶党变成好党 谢谢 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请浙江朱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朱先生 您好 你好 是我吗 是您 请讲 你好 你们谈的是国有企业 这个国有企业 按照道理讲 全国人民所有 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国企国企 应该是共同 大家全国人民财富 为全国人民服务 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 完全可能偏离的轨道 从而以互服务的 黄庄 工庄 黄庄 我觉得这个矛头 现在矛头只向这个国有企 我觉得它应该是 仿佛的大部分应该 应该砍向这个国有企 国有企一些权贵 好 仿佛比反 就反比不方好 是这么讲 反比不方好 即使不能资本 这一些标 你能快人心 你能就 对百姓某一点福利 好 谢谢 浙江朱先生 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李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非常欣赏何女士的 对中国电视的提醒提派 文文他每次都说话了 都是批判的 都是比较深刻透彻的 非常欣赏 因为说着我自己的观念 过去 唐朝东大政 每家大威力 每个人就批判 每个人都说过 假天下之功 新一家之功 这是真正的 金子方那个时代 那么他那句话 那么现在对于 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 这叫假天下之功 新一党之福 他何来不腐败 不服求 另外我本年有八句话 这是我昨天来观察 中国共产党的观察的结果 一句就是 独裁端治一桶田 第二句是 百姓为奴恨重管 第三句是 全民党道无正义 狼狈称唤 亨比颠 狡人得志如云狗 如沙冒下我一根面 清水压门 谁见了 官场无助不回来 好吧 好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再接一位 然后请我们的客人进行点评 宁夏高先生 您好 您好 宝生 宇周好 嘉宾的观点就是 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 凡腐是治标不治吧 不想说 我们这个体制 的确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 这个体制并不是说 是多党体制 是一党造成什么问题 还是多党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性它本身 人性本恶 这是古代雄子说的 西方的这个基督教 也认为什么呢 就是人生啊有罪 所以你说啊 要根除腐败 这个谁都不敢百分之百的保证 另外我们这个体制 怎么逐渐建立起来呢 一定要给时间 你不能说 它两三年之内建立起来 也不能说 十年八年建立起来 我们看西方人类那套 最前例的监督 最开始是国王 后来是贵族加入进去了 好 您下道歉 您谈得有点远了 好 谢谢您 接来我们再接一位 因为是 这是一位女士 从山西打来的 山西刘女士您好 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觉得 我觉得那什么 反反腐败 必须得打破论断 还有别的一点吗 才能有效果 是 好的 就这 好 谢谢刘女士 何欣连女士 刚才我们综合一下 山东孔先生 和浙江的朱先生 他们的这个发言的要点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 本来就是应该公民所有 对吧 但是现在实际上是 成了共产党党产 成了红二代的家产 我们看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国有企业 以及其他的经济命脉部门 包括金融 交通 能源等等 都掌握在这些红二代 以及或者官二代的手中 那么现在习近平反腐 他有没有能力 或者他有没有这种意愿 来改变这种现状 因为只要这些个经济命脉 经济企业掌握在这批人的手中 他们就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去进行腐败 去定价 去垄断等等 能不能改变 怎么样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呢 说来话长 其实现在这个国企 这些经济寡头 是朱镕基当年呢 国企改革抓大放小 把中等以下的全部放开 就是那个市场竞争带 就改制了 就留下这些 这些企业在这个福温十年期间呢 早期还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税收支柱 当时中国企业500强 前面50家 总体税收就超过后面450家 所以很厉害 但是到后来的就越来越不像话 那么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 习近平呢 你要说他主观上不想改变 他想改变 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和办法解决 黄金山这两天在团拜会上 就说过一句这样著名的话 他说灯梭义胆治 不能反腐 我就不信这个邪 其实黄金山我还是劝他信了这个邪 再四两年了他就知道了 目前他自己也承认 反腐现在就是那个还要杀肥马千 就是反过腐的地方 腐败又出现了 就是成量的腐败干清掉 真量腐败又出来了 所以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么至于如何反 我觉得那就是只能先从这个体制上解决 然后再有什么反腐反什么 就是这样 比如这个定价权 就不要让各地政府 或者政府和这个国企操控 就是让真正的市民代表 去就这个价格发言 而不要出现那些职业听证者 一个人参加了几十个听证会 成了电力水利 还有石油各方面的专家 哪有一个人精通这么多地方的定价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分线解决 那么秦连就刚才谈到这个定价的问题 我也想问问就关于国企反腐 就这几个被提到名字的六家国企 他们在整个的中国经济中的 占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 就如果对他们这个开刀的话 对中国经济会可能形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因为只是切掉了肿瘤 那么它的运作还会继续 尤其像国管那种部门 它就是一个舆论宣传部门 那几天的业务就算是稍微不正常 发点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无非是宣传部听起来不高兴 我觉得是这样 至于这个两桶油的腐败不解决不行 你看今年全世界油价都大跌 但是只有中国的消费者一点都没受益 价格还是那么高 宣传性的跌了一点 这利润都到哪里去了 还就是他们拿走 好 那么张教授 我想问问您刚才清廉谈到 这个国际广播电台 那么对他进行反腐的话 是不是用这个反腐的名义 其实是想对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 进行一种清理 这个我这么讲的也就是国际广播电台 它的寻租的空间并不大 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我刚才想接着何清廉女士 做稍微一点评论 定价的话 那个不应该在政府能够不定价的话 就不应该去定价 根本不是说你参加什么 由市场来定价 只要是竞争的足够多的 那价格就自己出来了 比如说煤 煤的情况 它其实价格大部分还是市场来定的 哪怕你有几个大的企业 但是因为还有几个大的企业在这里 还有许多国际的那个价格在那里 因为受的影响 你自己就很难把价格定下来 主要政府要管住的是一些公共利益有关的 我们英文叫utility 公共那些项目 比如说电讯啊 比如说用水啊 等等电费 这个里面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方面 比如说我们讲油的方面 那个就是汽油的方面 这个里面呢 现在油价跌下来呢 我们多征收一点汽油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错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里面开车多的话呢 它有一个外部副效应 这个外部副效应 你要把它纠正的话呢 你就要把油价的提上去呢 使大家少开车 少开自己的汽车 但是问题在怎么样定下来的话呢 这个方面价格是要听证的 然后我再回到刚才您提的问题来讲 腐败产生很多的原因 我说了就是有权力寻足 你没有权力 人家不会来腐败 谁要来给你行贿啊 他也是我成本啊 对吧 过去呢就是其他方面呢 他有垄断的权力呢 党有他垄断的权力 就是就会寻足了 国际广播电台 本身它没有很多的权力去寻足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国际广播电台 它拿到了很多中央播放 不管是安全部啊 宣传部啊等等播放 然后这里面的钱 怎么会用呢 那就产生了很多的腐败 好我们再接听一位 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江苏的李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 你好你好 我第一次参见这个节目的讨论 我这个认为这个国企的反腐啊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它这个一直是这个政治体制没有改 经济体制呢 它改了一下 在这个政治体制不改 这个经济体制 就是说目前来讲 因为中国的国企的老总啊 都是这个政府任命的 还是一个原来在这 这样的话就是说 政治体制不改 政治体制这样的话 它这个腐败是必然的 怎么反都反不了 好 谢谢江苏的李先生 接下来请天津的藏女士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藏女士您好 你好 对于央视这个 对央体的反腐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他的这个反腐 反了半天 其实还是以为反了 就像刚才那位先说说的 央体的所有的那个官员 也都是国家认命的 其实就是政府认命的官员 他实际上 还就是自己管自己 自己反自己 你说他能反出什么问题来吗 是选择性的反呢 还是针对性的反呢 其实官员最大的反腐问题 老百姓那边 老百姓最关心和最痛恨的 腐败行为就是 他擅自利用公民权力 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 和居住权 还反占 央视怎么反腐 跟我们老百姓 弄多大的关系呢 跟关系的老百姓 什么问题呢 好 你央视的所有的领导 只不过是你们自己 自己当的 好的 谢谢天津的藏女士 何清莱女士 请你对刚才这两位 听众观众朋友 他们的发言 做一下评论 然后我们结束 这一话题的讨论 他们刚才都谈到 这个烟气 应该防腐 但是呢 如何反呢 当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 就是关键 关键就是 他们谈到的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分 他是这样的 确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和经济体制没法分 政治运作 决定这个经济运作 企业的官员任命 也都由这个政府 尤其是这个国企 的那个官员 到底是企业家呢 还是官员 你看自己定位都不清楚 他如果是官员 他只要在中国的体制下 只需要对上面负责 他不需要呢 对消费者负责 对市场负责 问题就在这里 将来央视 以及国企重要的 国企的负责人 CEO啊等等 会不会经过一种 其他的方式来产生 不再由政府来任命 我觉得其他的 延企的可能 不太重要的可能 但是你要说央视 国际管部电台 这绝对都是要紧紧控制 不可能改变任命机制 我来加一句话 好的 张教授 我想呢 这问题关键就是在所谓的国有 应该是人民所有 而人民呢 而且有办法直接去监督 任聘和替换那些 他觉得不需要的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实际所谓的国有 是朋友 或者是官僚的 那个顶层所有 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的都是治标的 不能解决问题 好的 谢谢张欣教授 反腐大刀 是否砍向央企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另一个话题 中国债务飙升 经济是否岌岌可危 请继续锁定 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时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